Cyber Monday线上销售比去年下跌 电子商务增长速度减缓 Google应用商店发现恶意软件已经移除 Android的系统推出节假日更新将支持手机开车门 Hello大家好我是陈轩 今天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科技新闻 上周是感恩节 按照惯例在黑色星期五和Cyber Monday之后 就会有一些假日期间的销售数据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讲一讲这部分的内容 那根据Adobe Analytics的报告 Black Friday这一天的线上的销售额度是89亿美元 比去年的黑色星期五跌了1亿美元 这也是首次线上销售的额度比前一年出现了下跌 那从感恩节一直到Cyber Monday这段时间的线上销售额呢 也是出现了下跌的状况 今年这段时间的线上销售额是339亿 去年呢是344亿 而且其实去年比前年是上涨了20.7% 今年呢是比去年下跌了1.4% 那Adobe Analytics的分析呢就发现说这个下跌的趋势呢 其实是从黑色星期五就开始了 今年感恩节的线上销售额和去年是持平的 黑色星期五呢就比去年下跌了1.3% Cyber Monday呢比去年下跌了1.4% 那这些下跌的幅度虽然都很小呢 但是对比过去的上涨的趋势 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Adobe的分析认为呢今年的线上销售的情况和以往不同 人们不再那么集中在黑色星期五啊 Cyber Monday这种日子去买东西了 而是从10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购物了 商家推出折扣的时间呢也比较早 那Adobe觉得呢这种现象可能是和供应链短缺有关系的 人们可能会担心说拖到后面就不一定能够买到心仪的产品 所以也可以说呢是疫情带来的一系列的后续的影响 那这一点呢从整个11月份的销售数据上也能看出来 从11月1号到29号 线上销售额是达到了1098亿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9% 其中呢有22天的线上销售额都超过了30亿 而在去年的11月份呢只有9天的销售额超过了30亿 那Adobe呢预计整个节假日期间 也就是11 12这两个月的线上销售额呢 会比去年同期增长10%达到2070亿美元 那就今年的这个线上销售的数据 加上不同的电子商务公司啊 比如说Shopify啊Amazon最新的财报 也有一些分析认为呢电子商务的增长速度会减缓 虽然它还是会增长 但是不会像之前几年那样增长那么的迅猛 那除了以上的这些数据呢 Adobe的分析还发现说在Black Friday和Cyber Monday呢 通过手机进行线上购物所产生的销售额 占据总的线上销售额的比例呢 还是比去年的比例有一个大大的增加 那说完了节假日期间的线上销售数据呢 我们来说一件Google的事情 这个是11月30号的时候 Google正式确认说在Google Play的商店里面呢 一些看起来正常的应用会窃取用户的银行账户信息 Google呢也已经把这些应用从应用商店里面移除了 这个呢是最近有安全专家发现的 他们发现说有那种恶意的软件呢 会绕过Google的安全限制 用户首次安装的应用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用户安装应用之后呢会弹出窗口 让用户去更新这个应用 在更新的过程中呢 他们就会加入木码程序 用这种程序呢来窃取用户的网上银行的账户密码 以及手机的验证码 甚至会直接去截屏用户的手机的内容 那研究人员发现呢 这些恶意应用在Google的应用商店里面 已经被下载了超过30万次了 他们还给出了12个有问题的Android的应用 其中有多个呢都是扫描QR Code 就是那个二维码 或者是扫描PDF文档的相关的应用 既然说到了Google呢 我们来说一下另一条和Google相关的新闻 在12月1号周三的时候 Google在自己的博客上正式针对安卓的系统 推出了一系列的新功能 在车辆相关的部分呢 从12月1号开始 Pixel 6, Pixel 6 Pro和Samsung Galaxy S21的用户 可以用他们的Android的手机开启某些型号的宝马车 相当于说把手机当作车钥匙来使用 那Google在5月份的时候呢 曾经宣布说正在为Android12增加车钥匙的功能 当时就说过宝马是他们合作的厂家之一 Google说呢 这个功能将会支持所有宝马2020年和2022年的款式 之后呢 希望能够扩展到更多的车辆 那另一个和汽车相关的功能呢 就是Google说会在安卓的手机上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使得Android的手机连接到车上的这个车载系统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打开一个针对车辆的这个UI 包括呢 只要在手机上点击一下 就可以播放音乐啊 新的一些智能短信的回复的选项 新的搜索的按钮等等 那除了车辆相关的部分呢 Google这次的更新还包括说 为YouTube音乐 Google Play Books和Google Photos 应用增加了新的Vidget Google Photos的Vidget呢 可以设置为是显示某些人或者是宠物的图片 那Google Vidget里面的Memories呢 会显示节日相关的一些图片和视频的组合 另外呢 Google还增加了一个叫Family Bell的功能 就是可以通过家里的智能音箱啊 各种显示屏啊 包括手机等等 一起去发出提醒 比如说告诉家里人说 现在要吃早饭了之类的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回顾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陈轩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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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